接下來 這個是以前的課本立體 這課本立體都是 通常都是那種比較沒有什麼程度的題目 各種叫做 基本上代公式解決 可是這種題目其實在平常考卷上很少考 因為實在是太簡單了 太沒有程度了 請問你這個人100公尺花15秒 另外一個人100公尺花14秒 請問你速度多少 就算就好了 距離除以時間嘛 距離除以時間 算一算 答案叫做6.7 好 6.7 所以我們的違則叫做6.7 然後彭義呢 算一算 叫7.1 從數字上看 你就知道 彭義快 違則慢 但是你不用去算出來 你看到同樣的時間花的秒數 你也知道 彭義跑得快 違則跑得慢 這個是簡單的 以前課本上面的立體 讓你代公式去求速度有多少 非常容易 沒有什麼程度的題目 然後這裡呢 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你要稍微計算一下 瞭解一下位移的觀念 有一隻可愛小螞蟻 爬過去 請問它多少 甲螞蟻 從0跑到a 從0跑到2 x2-x1 所以2-0叫做2 我有寫一個正號 為什麼有一個正號 代表什麼意思? 正方向 正方向 然後呢 有的位移還要是處理時間 時間是5秒鐘 他說的 所以一處完之後 就叫做0.4 正號我們平常都可以省略不行 我是特別把它標出來幹嘛 提示你 它什麼意思? 它叫做 朝正方向運動 它朝正方向運動 好 這是所謂的假螞蟻 還有一隻可愛的乙螞蟻 乙螞蟻從0跑到b 所以是負二簡離變成負二好停 重點 這個負什麼意思? 方向 方向 代表是朝負方向 跟大小沒關係? 沒有 你不要告訴我說負二比二小 沒有 沒有這個意思 它就是負掉到負方向而已 叫負二 然後呢 還要時間啊 因為要位移除以時間啊 時間也是應該五秒鐘 一樣 再依據位移除以時間 叫做速度 這個負就不可以省略不行 要寫上來 重點 它什麼意思? 方向 負方向的意思 如果我告訴你說向東為正 你就可以寫什麼? 每秒0.4公分向西 向西 看它向東為正 就是向西 寫出來就可以 這就是很簡單的兩個例題 都是直接代公式就可以解決了 第二題你要了解一下位移 第二題要了解一下位移 然後提示你這裡的正號跟負號 代表的是方向 跟所謂的大小 跟數學上的什麼負五比較 負五比較小 然後二比較大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你要了解 OK?